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我今天呢 决定在做下一个视频 大概五个月前 我有做一个木瓜掀插成功 然后我掀插成功之后 我已经盆栽了大概四个月 然后我上市 我已经把这个掀插的枝条 就是一刀实地来去种 我看就是掀插成功之后 种在现场的木瓜 今天我决定再把它的另外一个枝条 因为我看这边有个比较大 我会留下来 我就是会使用这边 我再做第二次的掀插 我再使用这个 我做第二次的掀插 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现在会带进去里面 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要如何把我们的这个木瓜进行掀插呢 首先呢 我就是会把它的这个洗干净 那椰子的部分呢 要 梳掉 好 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这边呢 我就是已经准备一下胚土 然后这里 然后这里 一个空 这边是一个空的杯子 待会我会装那个胚土 另外一个呢 就是有装一些水 为什么我要准备这些 为什么我要准备这些哈 再跟大家讲一下 首先呢哈 我们看这边 哈 这个底部 因为底部 我大概会 斜斜的 稍微这样剪一下 之后呢 我就是会放在这个水里 放在水里 放在水里 然后我这边呢哈 就是使用一种超超级生根的 生根粉 我们会抛大概五到十分钟 之后我再做下一步 同时的这个抛生根机的时候呢 哈 我再做下一步 啊 我看这边 一个空的杯子的哈 哈 这里是一个空的杯子 哈 这边 也是另外一个 待会啊哈 我们就是会 把这个胚土 哈 我们看这边我已经准备了 这个胚土 哈 我会放在里面 哈 我们看 哈 生根机哈 我们放 不用太过多了哈 不用放太过多 哎 我们 啊 会 遇照我们的这条长度 直径多大 然后我们会 啊 去配这个量 一般呢哈 就是量过多 可能会导致我们 啊 量过多 加上哈 哈 我们抛 在 圣根机里面时间 会 很长的话 可能会 容易把 这个 木瓜的皮 弄烂掉 所以哈 我们 啊 大概啊 类似比较小 这种的话 放5到15分钟 这段时间 就可以了 因为一般我们放进去之后啊 啊 这上面的椰子 它就会 吸水哈 吸水 然后水里面就带养分嘛 哈 我们泡一下啊 这是上次掀插成功之后的一个枝条啊 5个月显了啊 有长出两个啊 然后其中的一个今天我把它拿掉啊 再做第二次掀插 然后先插完之后呢 我就是会放在一个比较阴凉的地方 然后我们 可以放在黑暗的地方也可以 反正温度不要很高啊 啊 30度以下 就可以了哈 啊 我们准备 下一步的 啊 这边呢 我已经准备好一些 胚土 啊 这里了 我看 这里是了一下胚土啊 啊 胚土的 我就是会放在 这个 下面 我有 打了两个洞 让它可以排水 不会让 水积在里面 来 这样子 好 现在呢 接下来的哈 就是我会 把这个 插进去 稍等一下 先 嗯 我们看 我们不要放 里面的鸡水哦 我们不要放里面的鸡水哦 看一看 这一杯 冷不冷 嗯 嗯 稍等一下 嗯 好 接下来呢 我们会 把这边 把这边 嗯 我们就是 放在这样子 这边打洞 排水 然后 上面 我会盖 这个 打洞 很滑 对 对 对 好 我 好 好 我看你了 好 这样子我们现在就把它移到一个黑暗的地方 然后我们会等大概三到四个礼拜 看它是否在里面长根 我会带到里面来 这个地方不要有阳光的 这边我有再放一个五花果 这个是意大利亚的五花果的枝条 上次我买的七十万月顿了 终于已经三十公分长了 就终于只有一个十公分长了 成功而已 好今天呢 我的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时 喜欢的朋友呢 记得给我留赞 留下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哦